第七百九十四节 云烟揉着太阳穴痛苦的说道 你去问问哪 哪个领兵打仗的将帅 敢拿自己部下的生命做交易 你爹爹刚正不饿了一辈子 回到长安 他会第一个砍死你们 你把刀子放下来 看在你还知道 守仓库的人是自己人的份上 我不杀人 李元鬼我会打入囚车押送长安 怎么处置是陛下的事情 霍王妃的脸色立刻就变成了死灰 回到京城还不是一样会死吗 心一横就要把刀子从自己的脖子上拖过去 看热闹的吴蛇 甩出了一颗石子 正好敲在了霍王妃的手腕上 咣当一声刀子就掉到了地上 秦拿李元鬼 不得惊扰后宅 说完这句话呢 云叶就转身离开了 不管是谁做了这样的事情 都不是一句简单的道歉能够说过去的 何至于此 何至于此啊 李元祥挺着肥瘦的肚皮 匆匆的走进了云叶的大帐 人还没进来呢 声音倒是先进来了 来的不光是李元祥 还有七八位王爷 徐王李元礼 韩王李元家 彭王李元泽 郑王李元怡 岳王李珍 江王李肖 一时间呢 云叶的大帐挤满了王爷 原来不至于此 李元鬼杀了我的部下之后就治愈了 我云叶是一个苦哈哈出身 靠着手下的兄弟们给脸 这才坐稳了这个北亭都护府的大都护的位子 谁要是拿我的部下开刀 没啥说的 我就拿他开刀 不死不休 云叶一句话就彻底关上了 他们想要讨价还家的大门 这事儿没得商量 李元祥艰难的 把自己肥瘦的身子挤进了椅子里 两条腿悬空着 似乎非常的滑稽 但是对这个人呢 云叶从头到尾都充满了警惕 天知道他肥瘦的脑袋里又在打什么鬼主意 既然说不过这家伙 干脆就先给谈话定下调子 那就是别惹我 谁惹我我揍谁 元鬼的事情 咱就不说了 他杀了你的人 随你处置 可是卫士和孩子没错吧 更不要说你和卫士从小一起长大 感情怎么着 这也不友谊些 这火凤国呀 可是陛下封给李元鬼的封地 昨天李元鬼就知道大事不好 特意来找我商量了 他已经把王位传给他的十二岁的儿子 云侯啊 你的军威再如何雄装 那也不能干涉王族的传承吧 云叶叹了口气 看着李元祥说 你越是肥痴 就越是变得聪明气雷雷 我没有搞明白 凭他李元鬼一个人 还不敢动我的储备仓库吧 李元祥 说到底呢 我也是皇族 咱们今天就关起门来 好好把这件事给论清楚 刘金宝 你把门外的卫士也喊进来 咱们一家人就好好地说道说道 刘金宝答应了一声 就把满脸气融的卫士呢 也带了进来 给美人的都上了茶之后 就退了出去 关上了门 整间房子里就再也没有外人了 李元鬼就是最大的一个傻瓜 他要是让淡妞来找我 怎么也能要走好多我用不着的东西 犯不着去抢 我放在岁月城的装备啊 所以啊 这里面要是没有你们几个在后面推波助澜 我死都不信 别忙着把自己摘出去啊 我没打算问你们这一屁股烂账 李元鬼自己愿意当蠢人 那就要付出代价 你们不动声色的就先干掉一个勇猛的对手 这一手玩的确实漂亮 然后再跑到我面前 动之以情小事以理的 要我联系 淡妞和孩子 他们孤儿寡母的 守着一个空落落的火凤国 正好让你们慢慢蚕食 好寂寞我 害得我不得不彻底的铲除李元鬼 来平息大军的怒火 你们反而落下一个仗义直言的美名 听到云叶的话呢 卫士蹭的一下子就站了起来 悲挠的指着屋子里的诸位王爷大声说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我告诉过我夫君 云叶是北亭都护府的都护 他和我们家的关系是最近的 如今他气征回来 定然有无数的搅祸 我只要厚着脸皮找上门去 不管是买还是讨要 总会有很大的好处的 夫君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 可是自从他和你们在野马泉聚会了一次之后 就改变了主意 一心一意的想要将岁月城里的东西聚为己有 明知道有大祸 也要硬着头皮去闯一下 该死的是你们 李元祥刚要张嘴反驳 云叶双手须须的按了一下 示意卫士安静下来 见卫士坐在椅子上擦眼泪 这才笑着说 我收到陛下要求我将这片土地交给你们管辖的旨意了 所以我会严格的按照陛下的旨意去做 明天我的大军就会返回北亭 驻守高昌 我听说这一次薛仁贵中了大奖 获得了驻屯丘辞的差事 这完全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之外 一个中郎将一夜之间连升三级 到了这个高度 获取了这样的重任 在咱们大堂非常的罕见 我的一个破侯爷当了十几年 几乎就没动腾过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呢 这句话你们可不敢写进奏章里去 心怀愿望这条罪名我承受不起 就是在这里唠叨一句 谁叫我们是自己人呢 李元祥的脸色一连变了好几次 忍不住插嘴道 你挑拨离间也挑拨了 祸水东引这种缺德事你也干了 现在不想听你胡扯 我只问你一句 你是不是承认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的合法权 不会没事干 就带着你的大军来到这一带寻边吧 云叶摇摇头说 不会 除非你们都死光了 否则我不会过来 重申一句 我的大军绝对不会跨过野马园 你们就算是被什么 吐火罗呀 大伯律呀 沙兰呢 大翼呀 这一类的敌人进攻 我也不会过来 不过你们可以放心 一旦你们被人家干掉了 我会立刻赶过来帮你们报仇血恨的 毕竟大唐的国土不容一族践踏 李元家一字一句的说道 如此甚好 我从复数的周园来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就是为了求的一个痛快 生也好 死也好 我自己挣扎 死了是我倒霉 又是活了 我可以给我的儿子留下一个他能自由掌控的国度 我宁愿面对那些一族的铁骑 也不愿意在周园混吃等死 这里的人和我抱着同样的想法 说到这里呢 他朝卫士抱抱拳头说 嫂嫂 拼死求生 就是我们现在的现状 今后我们的交往不再是亲戚式的交往 而是两个国家的交往 该拿的利益 我们不会手软 你想好了 如果觉得自己力所不逮 就跟着云野回长安去 我们保证每个人都奉上厚礼 足够你们富贵一生 卫士把牙齿咬得吱吱作响 李元鬼的势力现在已经被云野杀光了 自己确实没有任何办法和这些王爷相抗衡了 有个人叫做何少 这个王八蛋呢 最近和我闹掰了 他和你们一样 想在西域混混 当然呢 他只能在阿拉木图以外混混 如果敢踏进大唐国土一步 我会剁下他的狗腿 他还有两个盟友 已经在沙兰和土火罗打下了一片很大的土地 准备自己称王 你可以找他当你的盟友 我保证十年内 他不会对你火奉国起任何鬼心思 十年之后 你的儿子也长大成人了 到那个时候 生死就各安天命吧 既然我要杀死你丈夫 作为昔日的朋友 给你母子 一点保证还是可行的 李元祥叹了口气 又问云叶 你云家 准备彻底的退出西域了吗 云叶摊摊手 笑着说道 确实如此 云家只会留下大雪山的一点基业 剩下的就会全部退出 我准备连商队都不留 李元祥从椅子上溜了下来 抱抱拳头就告辞了云叶 推开门走了出去 那些王爷也紧紧跟随着 走出了云叶的帅长 只有卫士看着云叶说 我打算和我夫君再相聚一晚 不知道成不成 云叶点点头 吩咐门外面的刘进宝 带着卫士 静止去了关押李元祥的地方 三天的期限已满了 驼城上的号角声吹起 所有的将士 缓缓从岁月城里走了出来 来到了城外 各自归队 然后为自己的校尉带领着 报名进入驼城 对战士来说呀 这是最后的盛宴 明天就要开始 无休无止的行军了 天明的时候 云叶见到了卫士 李元鬼攀着求是的栅栏 对云叶说 我告诉我的孩子 要他不要恨你 自己也不恨你 但是我的尸体不能进关 我发过誓 此生再也不见长安 云叶大惊 正要上前阻拦 却看李元鬼的嘴角 有一股黑血流滑下来 卫士抱着李元鬼的头颅 不断的亲吻着 泪流满面 李元鬼嘴里的黑血 大骨子流了出来 沾满了卫士的衣经 贺顶红啊 没救了 无舌的声音 从旁边传了过来 这东西云也知道 其实呢 就是红信实 自然界里天然生成的 披霜 不知道怎么 就被称之为 贺顶红了 深化物下了肚子 确实没什么 救援的希望了 更何况 他已经服用了 好一阵子了 云叶瞅着 卫士用一辆马车 拖着丈夫的尸体 走进了 千疮百孔的 碎叶城 忍不住问吴舍 您老在皇宫里 过了一辈子了 算是最有发言权的 难道那里面 真的非常恐怖 我也是在皇宫 长大成人的 为何就没有 那样的感觉呢 就是那里的规矩 多了一些 不自在 吴舍狠狠的 白了云叶一眼 转身就走 这样白痴的问题 他不愿意回答 要是皇宫 真的是一个好地方 李源贵 就用不着自杀了 太子也不至于 想方设法的 要把自己的老婆救出来 吴舍自从离开皇宫之后 就对皇宫里的生活 只字不提 不是不能说 而是真的 没什么好说的 重新装备好的驼城 又恢复了 他该有的好气 带不走的装备 全部留给了卫士 这一次 凡是参与进攻仓库的 那些拥兵和护卫 全部被城楚墨 杀得干干净净 但是卫士内宅的护卫 常楚墨一个都没动 要是再把这些人也杀掉 卫士母子啊 就再也没办法在西域安身了 这些天很晦气 总是死人 云叶很希望用最快的速度赶回长安 回到自己的家 那里才是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啊 祖母已经非常的老了 听新月说呀 老人家现在非常的恐惧死亡 他不是害怕死亡本身 而是害怕自己死了 孙儿不在自己的身边呢 西域其实没有路 就算是有路 也会在一场封杀过后 消失的无影无踪 金铁交明的骑兵 光光光的从驼城边上跑过 一会儿出现在沙丘的顶段 一会儿出现在干枯的绿洲边上 像是一群无所事事的猎狗 战争最大的毛病就是会死人 一个地方一旦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 你会奇怪的发现 那里的人就会变得很少 你能在西域的戈壁上 时不时的见到死去的骆驼 死去的牛羊 就是看不见人 不管是活着的 或者是死了的 你都看不见 只有人才有埋葬同类的习惯 商骨们在商道上 见到了死人的枯骨 不论商队的首领是不是奸商 都会将这些骨头啊 找一个封杀比较小的地方掩埋好 入土为安嘛 这个习惯一定要传扬下去 万一自己死在沙漠上 后来的人也会这么干 在沙漠里 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老辈人呢 就是这么说的 至于强盗们 就更加的尊重入土为安 这个传统了 杀了人之后啊 要赶紧埋起来 宛如埋骨头的狗 不让老天看见 只能让后土奶奶知道 毕竟老天爷会打雷 后土奶奶会仁慈些 就像一个溺爱自己孩子的母亲 在孩子干了坏事之后 母亲都会加以隐瞒 一阵小风吹过来 沙漠里就会起尘土 飞扬的尘土 就像是虚拟的攻城锤一样 撞击在驼城上 气势凶猛 却没什么力道 坚固的驼城一天呢 不知道要接受 多少次这样的打击 驼城中央的大漠屋子里的人 却没有心情感受这大漠的粗狂豪漫 一个个急匆匆的抱着厚厚的温毒 进出房间 就连截手也是一路小跑 只要是当兵的 路过这里的时候 都会伸长了脖子 往大漠屋里瞅一眼 遇到中途出来透气的文书呢 他们会笑着上前呢 递上一把炒豆子 小声的问他 这军功到底还有多长时间 才能计算完毕呀 文书把豆子嚼得嘎嘣作响 故作神秘的给了一个手势 对方立刻就做出了一副 恍然大悟的样子 很想知道 自己到底赚了多少军功 够不够全家免税的 够不够回到县里当捕快的 够不够弄一个 什么什么军功章回去的 陛下就打算拿这东西 糊弄我争气军 没有大把的银子 金子 珠宝 土地 女人 高官后路 只有这么一个 特铁片片 铸造的还不够精美 放在当铺 能盗上一枚银币吗 云叶咆哮的声音 西域天上飞的老鹰都能听见 在后世 他受够了这样的欺骗 云同志 在过去的一年中 做出了 特发一张奖章 以资鼓励 大家鼓掌 云同志 在九八年 付出了艰苦卓绝的 特发一枚奖章 以资鼓励 大家鼓掌 云同志 说多了 都是累呀 做牛做马一年了 得到的 不是一张纸片片 就是一颗铁牌牌 美其名曰 精神奖励 这比起什么钞票啊 黄金呢 高级太多了 这缺德主意 谁出的 云叶看到桌子上 那些熟悉的排排样式 牵上一些星星 就知道和自己 以前得到的东西 没有差别 想起自己的遭遇 再想想这些 在大漠里吃沙子的傻蛋 怒火快从缸门里 往外涌了 嘿嘿嘿 老云哪 你别冲我发火啊 我从乱石城 跑到这来 就是告诉你 这件事情的 这是朝廷啊 今年新的举措 是新政 哎 你看这个金龙牌牌 那就是专门颁发 给大将军一集的 你有一枚 老汉也有一枚 哎对了 这一枚金龙 拖着书卷的牌牌呀 是老杜的 他是文官 哎 只能获得这样的牌牌 雪静宗端着茶壶 似乎非常的高兴 又是一个被名誉 弄傻的傻蛋的 哎 你也是文官啊 怎么就没得到一枚 四脚蛇 脱手指的牌牌呢 不同 不同 哎 大大的不同 老夫可是亲自领着大军 和土拨人 在城头厮杀过的 过去的那是真正的军功 怎么能和老杜这样 在后方支援的文官相比较啊 许静宗说起这事啊 就充满了得意 文官的功劳 不管力的多大 都比不上军功实在呀 在大唐军功啊 有时候能够保住老命 就算是一不小心贪污了 或者是看上哪家的闺女 用个墙的 这有军功在呀 皇帝说不定 看在你替自己卖过命的份上啊 手一松 就给你一条活路 大唐的文官干这些事情 那名声就臭了 基本上 没什么死灰复燃的希望 武将就不同 不贪污 不谎报军功 不抢抢民女的武将 叫武将吗 业狱使女的老流氓李鸿基 贪污成性的长孙顺德 爵位不是被皇帝给拿掉了吗 只不过呀 在皇帝大寿的时候 抱着皇帝的大腿哭上一场 被皇帝弄到偏殿 不知道是抽了多少个嘴巴的 然后呢 就喜滋滋的回来了 寿宴过后 爵位就恢复了 连这些年没给他俸禄啊 都一并的算给他们了 相比较之下呀 魏征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 爵位恢复了 但是名声也臭掉了 老云哪 千万不要小看这些牌牌 金贵这呢 你这一回一口气得了六枚勋章 这些东西 可是能挂在朝服上显摆的 见官不败这是骑马的 所以我再会我们来的 我 有网子 谢谢 秒 吃